女人怀胎十月 当节临场 她本以为自己剩下的又是一个死胎 于是便用鲨鱼刀随手割断起带 然后一脚把婴儿拆进垃圾堆 殊不知这一切被前来买鱼的卫兵看了个正着 由于一气婴儿是死罪 卫兵当场就把女人送上了绞星台 而所有人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出生在垃圾堆的婴儿 竟然会在18年后做出风靡全法国的石油香水 随后 葛努尹就被卫兵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 然而天生就对气味极其敏感的葛努尹 却始终被周围人视作怪胎 直到13岁那年 备受孤立的他被院长7块钱卖到了皮革厂做奴隶 然而院长拿到这个钱才半个点不到 他就被开溜的一刀给弄死 而小葛却在人均寿命只有5年的皮革厂 曾经活了下来 在他18岁的时候 管家带着小葛去给客户送皮子 这是小葛第一次走出皮革厂 然而来到城区 他就被各式各样的气味所吸引 即使身处肮脏混乱的巴黎街头 小葛也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不同的味道 而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将世上的一切味道保存下来 然后将其聚为己有 紧接着小葛就被一道奇特的香味所吸引 但他寻着味道一路追过去 就看到一位提着果篮在街上卖柠檬的老妹 老妹身上散发出的体香 让小葛沉迷不已 他情不自禁地一路跟在老妹身后 一路贪婪地嗅着鼻子 女孩顿时他们被身后的动静下意激灵 女孩本以为是小葛要向他购买柠檬 其实小葛却一声不吭 抓起他的右手放到鼻子前疯狂的猛袖 女孩顿时被吓得了 赶忙抽回了右手落黄而逃 然而小葛却并没有放过 这个让他沉迷不已的味道 他一路寻着味儿追到女孩家里 殊不知自己的命运也将因此改变 当女孩发现身后 犹如鬼魅一般如影随形的小葛 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小葛当即就捂上了女孩的大嘴巴 而他为了避免引起路人的注意 误解了女孩躲在角落不敢出声 谁是好不容易才等到路人离开 女孩早已经窒息而亡 而小葛怎么都没想到 随着女孩的死亡 他身上的独特香气开始消散 任凭小葛怎么努力的 无法阻挡味道的消失 于是当即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保存女孩香味的方法 就这么时 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杀人狂魔 就此战胜 紧接着小葛就找到了 保存气味的契机 他在给香水大师 抱底送羊皮的时候 得知这位过气的香水大师 不仅无法破解竞争对手的香水秘方 还为竞争对手给逼到了绝路 然而小葛只是紧紧闻了一下 不仅精准无误的说出了 这块香水的秘方 而且还完美的将这块香水复刻出来 在证得保底同意之后 小葛对香水进行了改良 当保底发现改良后的香水 出雷把翠 妙不可言 整个人都高兴蒙圈了 他立马就意识到 小葛绝对是他们一个 绝无仅有的天才调香师 于是抱底第二天就来到皮革厂 用50块钱把小葛买了回来 亲自传授小葛如何制作香水 而小葛更是凭借着极其灵敏的嗅觉 超越了抱底 制出了风靡全法国的顶级香水 在小葛的带领之下 抱底顿时剩的是盆满 剥满的花篮都满呢 但是小葛紧接就发现 抱底传授给他的花瓣蒸馏法 并不能保存所有的味道 当抱底看到小葛 把宠物猫放进蒸馏锅里做实验 整个人都他妈蒙逼了 小葛一听 顿时气得脑瓜懒迷得的 而抱底则妹没想到 小葛会从此陷入一蹶不振 并入膏肓 抱底担心小葛会就此择随 于是他告诉小葛 格拉斯城是香水的起源地 那里有最为神秘的游碎法 这个方法 一定能保存鸟留存的味道 小葛一听 当即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然而前往格拉斯 必须有一张学徒出示证明 为了拿到这张证明 小葛为报底留下了 一千种顶级香水的配方 可就在小葛前往格拉斯城的当天 抱底的别墅整个落得公然倒塌 抱底连同配方一同当场葛屁 而小葛却曾了格拉斯香水 作坊的一个学徒 当他掌握了油脆法之后 便立刻把作坊里的女佣 泡进蒸馏瓶做实验 等到蒸馏瓶里的油脂 浸泡了老妹的每一处细胞 小葛便立刻打开了蒸馏瓶的铁盖 往蒸馏瓶里添加了大量的花瓣 而他真正的目的 是想通过油脂 萃取出女孩的香味 然而当他占取瓶子里的精油 仔细辨别后发现 这个招根本就无法保存人体的香味 随后他把实验的目标 锁定了一位Gipset女郎 小葛偷偷来到女人身后 不吃一抱的自己干死对方 紧接取出一罐猪油 把猪油涂满女人全身 接着拿着小刀 用小刀割下女人的头发 把头发撇在一旁 然后他赶在女人气味消失之前 用浸泡猪油的麻布包裹女人的尸体 等到油脂彻底吸收了女人的气味 小葛用小刀刮掉女人身上的油脂 把所有的油脂都汇集到陶罐当中 再往油脂中倒入酒精 搅拌均匀 将其倒进烧瓶之中 用高温蒸煮提取油脂中的香精 就这么是 小葛用这个方法提取到女人的气味精油 然后他把提取到的精油涂抹到手背上 女人的宠物狗闻到了主人的气息 立马跑到小葛跟前 舔他小手背 小葛当即就断掉 自己实验的人体气味萃取法成功了 然而最独特的人体香水 需要13种不同的气味精油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老变态必须提取13个女人的气味 于是他当即把目标锁定在了女孩 罗恩身上 这个附加千金身上独特的气味 始终让小葛沉迷不已 罗恩身边向来都是有人陪同 小葛找不到机会下手 他不得不先掳走一对双胞胎 将两人用油脆法提炼出来的气味精油 要充当人体精油的前调香薰 紧接着小葛如法炮制 先后从城中掳走了10名女孩 提起了12种气味精油 来做前调中调和后调之香 如今他只要拿到罗恩的气味精油 变得凑齐13种人体香精 制造出最独特的味 然而格拉斯成 接二连三出现女孩尸体 已经让老百姓人心火火 罗恩的父亲察觉到异常 他端定凶手的目标 指定是城中漂亮的女孩 而他的女儿罗恩 就是格拉斯除了名的漂亮 于是他立马就让人收拾了包裹 由仆人兵分两路 假扮他们妇女离开格拉斯 自己则亲自护送罗恩离开 殊不知 小葛这个变态 他妈根本不是靠双眼 进行追踪定位 而是用灵敏的嗅觉 锁定了罗恩的下落 他马不停停地追到 罗恩妇女入住的酒店 避开了所有的警卫 拿到了含有罗恩气味的油脂 随着小葛提炼出 罗恩的气味精油 13种少女体香的提纯计划 已经全部完成 接着他把13种气味精油 混合到一起 得到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香水 然而这个小贬毒的 没来即高兴 卫兵就把他抓了个结结实实 原来香水作坊的老板 偶然间发现小葛 藏在作坊里的罪手 立马把这个情况 报给了卫兵 当卫兵确定小葛 就是杀害13名女孩的凶手 当即就判了他死刑 准备将其杀之以泄民愤 可就在小葛即将被刑刑的时候 他把这瓶人体香水的味道 散发到刑场的各个角落 奇特的味道 瞬间让所有人丧失了理智 他们看向小葛的目光 慢慢变得迷裂 纷纷跪拜 可是小葛对此毫无兴趣 他想到了那个 让他倍感遗憾的柠檬女孩 而柠檬女孩的气味 还是他做这一切的初衷 于是小葛立刻就离开了刑场 回到他在巴黎的出生地 当他行走在巴黎与世的肮脏街头 他把这瓶香水 倒在自己脑瓜栏上 周围的人顿时就被这瓶香水 放大了欲望 纷纷围到他身边 而小葛没有任何反抗 任由人们将他啃食殆尽